第二段新加入的来宾 这是康宁大学的副校长 也是知识媒体员马欣平大哥 惠平好 大家好 好 另外一位呢 是这个特异人士文翔志先生 诶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今天特别请他来到现场 因为他有一张 一些非常特殊的体验 要跟我们来做分享 先来看这个世界上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时空裂缝 有没有可能走着走着 我们人就不见了吗 对 没错 事实上呢 很多的科学家都要告诉你说 在人世间没有模型啊 模型啊是高山镇 不对啊 那为什么在一些平地的地方 对啊 从瑞芳到八卦山 到肯定都有 小小的山都有 那不是高山镇吗 那在平地怎么会有高山镇 那么他会讲说 那是失智镇 那不对啊 那有小孩子啊 对不对啊 所以说有这个科学家 总是不希望责任 很难完善的解释 对 没错 除非我们把一个模型 那牵到他的那个面前啊 但有些事情 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像今年的这个8月6号呢 八卦山再度发生了 我说是再度 再度发生了两个山游呢 就在八卦山都不见了 不见 走不出来的以后呢 那求救 那么两个人对他们 为什么迷路都走不走不上来 说说不出他 为什么这个样子 我们值得注意的是 两年来在八卦山区 已经有四起的 这个莫名其妙的失踪案 在去年的8月7号的时候呢 一个74岁的老翁 也在八卦山呢 他骑个脚踏车 然后把脚踏车停了以后 就走进去八卦山 然后就在一线天附近 就不见了 后来发现他的时候 是八卦山区有个 非常有名的这个赏音平台啊 他竟然把鞋子 放在赏音平台上面 走了150公尺旁边的小路 越过一公里的森林 然后他城市在溪谷 找到他的时候 人已经死了 可问题是 他为什么会把鞋子 去放在赏音平台这个地方 我们为什么 特别提到赏音平台呢 因为有很多的人 都是从赏音平台这个地方 就莫名其妙走下去以后 就失踪了 然后八卦山 还有个一线天也是一样 因为就在前年 也是有一个阿嬷 那么他也在一线天附近呢 也走失了七天六夜 不过他幸好找到他的时候 因因一喜啊 然后呢 我去找相关搜寻的资料 其实在五六十年前 从这个八卦山附近 就常常发生 它是一个浅山 什么叫浅山 高山 是那种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嘛 这个叫浅山 浅山 为什么连续发生这个 等于说失踪事件 迷路事件 甚至于演变成不可收拾的命案 那么到现在都还是一个谜 那么除此之外呢 其实还有阿里山 大家还记得嘛 去年3月2号 阿里山因为那时候赏樱花很有名 所以把这个保全呢 从平地调来阿里山支援 结果呢 下午4点 那个山区开始起雾嘛 然后他就开始从筑山管制站附近 你看他穿个黄衣服 然后就在马路上走 走走走走 先走到附近的这个雷达站 军方的雷达站 然后呢 到军方的雷达站呢 军方他们要走进去 就管制站 所以军方把他赶走 赶走了以后 他就不见了 阿里山区有多大 我们刚刚看到是最后生影 对 最后的生影 你就可以看到他 他穿个很明显的黄色衣服 那时候都是赏樱嘛 那怎么会一个人就这样不见了呢 他人到哪里去了呢 那当时出动了好多的军警 陷阱的东西去找他 一直都找不到他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为什么他会被人间蒸发 那么事实上呢 在今年的6月26号的时候 在中国的湖南啊 有个女孩子 她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 她的卧室从人家 棒了 天坑 天坑是从她的那个卧室 这样掉下去的 她人就不见了 那不见了以后呢 家人要去找 可是问题是整个掉下去了 所以后来啊 怎么办呢 家人决定 家人决定 用挖土 既然把整个房子都挖掉 可是足足挖了15公子 还是挖得不到人 怎么可能 那为什么 有人说 会不会是下面是 科斯特地形呢 石灰岩 水被掏空等等 可问题是 为什么人在家中睡 或从天上来 就莫名其妙 你们家的垫坑 出现了一个 这么深不可测的天坑 就好像是一个 无底洞一样 是 就这样 人就这样找不到了 那针对这样极其案例 文大哥 你有什么感觉 您自己的特殊经验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可以 那因为我之前 就是说有几次走 就是这走着走着 就类似走入了 那个时空裂缝 不过那个地点是在 阳明山的竹子湖 那竹子湖有一个地方 如果我们去过竹子湖 大概也知道 就是说进去之后 一条是左转 一条往前走 往前走还是要左转 它刚好是一个圈 那那个地方是每天 大概都有一二十对新人 在那边拍婚纱的地方 那个地方我觉得 它除了那个 是一个时空裂缝之外 它本身我觉得 还是一个那个 时空重叠的地方 那我在那时候 我们去的是一些朋友 是去为了捡一些财猪 就是人才的财 财猪有点像今天的BB弹 那它是刚好是五色 就是五行的五色 那个梦火土金水 那我们那时候去捡那些财猪 大概也捡了 你是说你在地上 就可以捡到财猪 而且我们真的看到 它从上面掉下来的 真的是看到它 天上是下雨 你看到珠子下下来 看到那个类似BB弹的 对 而且五种颜色的珠子 真的掉下来 而且那边的能量场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你只要走个 大概三五十步 出来就是马路了 马路的空气 跟里面的空气 是不一样的 而且你在那个地方 只要能够待上 一个小时左右 你身上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的状态 或者是简单的一些 酸痛都会不要而喻 因为那边的空气 特别特别的好 所以你要在这里 跟大家推荐 竹子湖这个地方 其实这样 你如果天生 不停 不知道这里 就去走一走 对 那边能量场 而且只有那一块地方 大概应该有个 一千坪左右 这样子 那也应该是我们 主要是我们慢慢往 在在减材柱的过程当中 就低着头 就是在那个 乡间小路这样走 那我就走着走着 就是有三次 三次走到其他空间 第一次是看到一个石棺 大概有架在 那个一公尺左右高的 那个木架上面 一个白色的石棺 石棺大概有三公尺的长 一公尺的间宽 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而且非常的干净 可是不是很平整的 就是那种雕鑿的 那种比较古老式的 那个白色的大理石石棺 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边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 我想说不可能啊 怎么可能 那我就在那边附近晃了一晃 我就觉得越想越不对 因为那个时候 手机还没有照相功能 有手机 可是后来我就走出来 把我那些朋友叫我回去看看 结果一回去 那个空间就不见了 对啊 那个空间就不见了 后来第一次 在那个地方发生 这是第一件事情 所以你走着走着 你那时候要卷财猪 对 走着走 你就看到白色石棺了 对 没错 而且是古老的石棺 没错 对 而且非常干净 非常干净 好像是一个新的石棺 这样子感觉上 但是你一回头再去 回去叫朋友 一起来看这个石棺 再回来就完全不见了 整个空间就不见了 那有时候 当时我还想说 我一去可能还真的不错 还能可以活着回来 很多人可能进去之后 就回不来了 这样子 后来大概隔了几个月吧 我们还是常常跑那个地方 那第二次我是去那边 也是一样 就是类似捡财猪 那我们往山上走的时候 就是突然发现 那边好像新开了一条马路 新一条一条 而且可是只有 刚刚是土 还没有薄油都还没有铺 那我就觉得 好玩 怎么可能这边会开路 我就跟着那个路 方向往上走 然后走着走着走 大概走不到三五分钟吧 就看到了一个 一个在地 因为那边是凯达格兰族的 那个就是他们原来住的地方 后来我觉得那个木 有点大概 土方大概是一尺这么高 三角形的 大概也是一样 大概三公尺的长度 然后在它旁边 就是有都是交叉着 用竹子这样交叉着围着 那我就觉得好像 感觉上是好像是 组长的木啊 还是什么之类的 我就在那边走一走 晃晃晃拜一拜 我就觉得 感觉还还不错啦 然后我就慢慢慢慢走下来 走下来到了 薄油路的时候 再回头一看 所有的状况也通通不见了 那最后一次最特别 最后特别是什么呢 有一次我自己在睡觉 我整个那个 这应该叫灵魂出窍 就到了云端里面去 然后到了云端里面 也看到一条小路 就顺着小路走 走着走着看见一间茅草屋 然后那间茅草屋 我就想说 去看一看啊 怎么现在还有茅草屋 结果 我从那个茅草屋的窗头 往里面一看 竟然看到观世音菩萨 正在梳妆打扮 你知道 那时候心里想说 哇 惨了 这下惨了 一定到来被修理的 就很惨 然后瞬间就回来了 然后同样的 就是在阻止 我刚刚说的那个地方 就同样的情境 完全重现 对啊 这是大概三次 很特别的经验 新竹的尖石香 好像也有一些 特殊的一个因缘 几年前有人在那边 办了一个 它是在9月15到9月17期 办了一个赛夏族的朝圣之旅 因为你要知道 大坝尖山算是这个 赛夏族的祖林圣山 那当时他们办了 这个赛夏族朝圣之旅 无非就是缅怀以前 这个原住民的 祖先在那边 有一个这个猎场 吞啃的一些地方 等等之类 所以后来他们到了 这个新竹县 从尖石香 他们走那个正西堡 往这个马阳山的方向前进 那一路要走 开始走那个山的林线 林线有时候宽 就才只有三四十公分 跟我们这个新北市 一些皇帝殿 那些地方很像 那走的时候 因为已经到晚上了 晚上的时候 第一次发生的状况 是当时跟着摄影的人员 他好像听到有人在召唤他 有人在叫他 他就一直这样走过去 同行的团员 觉得不对劲 摄影的人怎么往 跟他们反方向走 叫他回来 然后他一惊醒之后 哇 他再走个两三步 旁边呢 就是悬崖峭壁了 一两千公尺的那个高山了 你就往下掉 掉到山谷里面 救都救不回来 所以当下他们这个很害怕 一群人也拿着手电筒 可是走着走着 又突然听到有这种 男生在大吼的声音 那个男生是成年的男子 听那个声音忽远忽近 就有人在吼 你知道山里面在吼 通常会有回声 那他们团员就面面相续 因为不可能是彼此的团员 在那边没事在那边吼叫 三更半夜 故意带你走那个林线 然后又朝圣之旅 是很危险很恐怖的 然后大家就用手电筒 朝着那个 那个吼叫的方向去看 照一照 没照到 后来又有人听到说 那个有日本人的讲话声音 比如说那个 分かります そうですか 然后结果一直照 大家四处照一下 哪边有日本人讲话声音 也没有照到 往那个声音来运的这个方向 好多人都听到 不是只有一个 两个人 那一整团的 整个赛下族 朝圣之旅的团员 几乎都有听到 听到的声音 同时手电筒往那边照 又没有看到那个 有任何的人影出现 然后接下来呢 就有人讲说 我们是赛下族 朝圣之旅 干脆 有人看有会 刚好有那些 当地原住民的 他们也有跟着一起去 用赛下族的语言 交谈看看 结果用赛下族的语言 跟对方讲话 因为我们不是赛下族 大家一直说 你好吗 我们是来这边朝圣 希望没有打扰到 这个祖林之类的 类似像赛下族的语言 就跟他们沟通 所以奇怪 用赛下族的语言 去讲话的时候 没声音了 刚刚讲的男人的 嘶吼声 然后日本人的 讲话声 完全没声 然后他们还是很害怕 觉得赶快结束这一段 然后回到他们的 原来预定好的 山务的路线去休息 后来第二天早上 吃完了早餐 跟当地的村民 在聊起这件事 还有原住民 他们才说 那个在之前 曾经发生过 李栋山事件 是一个古战场 在那个地方 什么是李栋山事件 我很简短的跟大家讲 1910年 当时日本的军队 到了台湾 要殖民统治的时候 把大炮架好 在李栋山的 那个古堡上面 对着那个后山 就我刚刚讲的 尖石 他正希堡 马阳山那一带 直接狂轰猛炸 而且拿这个汽油弹 跟手榴弹 去炸原住民的部落 才整个 把当时反抗日军 然后前进到他们的 部落的那个范围的 整个泰雅族 三个部落 十二个社群 整个的荡坪 整个给剿灭 让他们的这个反抗 把他镇压下来 所以当时的原住民 死伤很惨重 也是泰雅族在那边牺牲 伤亡非常惨的一个 这个战役的古堡堂 所以后来 他们才想说 难怪啊 原来他们在用原住民的语言 去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就没声音了 否则 可能用日语在沟通的话 可能会被推下山谷 因为当时有三个 名字里面 有叫做美丽的丽的女生 他们分别就好像 有人在旁边这样子 这样推一把 有的人这样子脸 去撞到那个地上 那个旁边的土壤岩石摩擦 有人是手受伤 有人是脚受伤 所以后来他们经过 那次朝圣之旅 其实感觉上 都有点毛毛的 所以这起世界 就被人家觉得说 是不是走进了一个 时空的交叉口 好像掉入了一个 时空古战场的 那个地方去了 不过其实台湾的能量 只是特殊 是国际认证的 对不对 那其中 其实从这个龙三角 跟磨三角来看 台湾都在中间里面 观众朋友可能会好奇 如果你是在这种 所谓魔鬼三角的区域 那顶多就是磁场 海象 或者地形区域 可能会造成一些灾难 那跟时空裂痕 有什么关系 我必须要跟观众朋友 讲一些神秘的事情 你要晓得 如何区分灾难 跟消失在时空裂痕当中 很简单嘛 你如果是灾难 你会求救嘛 你会有油渍 你会有遗骸 残骸嘛 如果你都没有 那什么迹象都没有 就很可能是掉入时空裂痕 或者我们讲的时间黑洞的 异度空间 那我们观众朋友 就自己来判断 我现在开始讲这些神秘的故事了 首先来看一下 惠敏所说的日本龙三角 其实就叫做福尔摩沙三角 这边有被称为叫魔鬼海 恶魔海 从台湾这边一路往东京化 再从东京这边 这个140度这边 往下杀到关岛 然后下面有一个岛 这样子再射回来 这个一个三角区域很大 这个三角区域很大 为什么 你自己看看这个三角区域 有多少船只必须经过 如果是从洛杉矶这边过来的 或者是从大陆 还有台湾这边过去的 要到日本的 要到夏威夷关岛的 都会经过 好 我们就来讲讲 历来发生了几件 猫姑送然的事情 1928年2月28号 当时美国有一艘轮船 他叫做亚洲王子号 当年出发的时候 可是轰轰烈烈 因为他从纽约一路越过了 巴勒马海峡 到了洛杉矶 夹到环影 这时候要从洛杉矶出发了 要去夏威夷 然后到这附近的海域的时候 抱歉 在夏威夷那边崩一下 没了 有人说当时他有求救 像一艘叫做 东方边界城市号的邮轮求救 有人有此一说 但1928年也就是民国17年 抱歉 这都只能作为参考 真的有求救吗 好 那不管怎么样 他在夏威那边失踪了 当时美国视为大事 派了一堆的空军海军去搜救 搜救半个月 人间蒸发 去哪了呢 好 那我们台湾有没有息息相关 有 西元2000年2月28号 也是228 怎么那么巧 这机遇是有多高呢 当时沙石船花莲一号 从这儿 花莲这里出发 是 好 结果呢 结果呢 没有结果啊 月不见了 人间蒸发 不见了嘛 船上的人 还有沙石都不见了 好 那你会说 那到底跑去哪了 我跟各位讲 这个船后来又找到 在这儿找到 金山 就是整个流到这儿了 三年后才找到 好 那你会说 那这就不过功了吗 因为你找到残骸了嘛 不对呀 那你为什么这三年 找 怎么什么都没有 油自沙石 一点痕迹都没有 三年后才出来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再开嘛 你突然穿到一个时间 黑洞科世界裂痕嘛 没了 三年后也许 在那边飘着飘着 你又穿回来 其实人都已经死光了 回来 残骸才会被找到 来 2001年10月5号 在这边台东外海 F5F 虽然是这个战机有点老了 但是当时的少校飞官 跟少卫飞官 都是很不错的飞官 失联 至今 至今人间蒸发 好 还有2005年瑞泰8号 跟它一模一样 也是失联 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刚好位在两个魔鬼三角 一个在这儿 一个在这儿 下面一点 好我放大给大家看 香港花官 台湾 台湾花官 李宗导 再设回香港这样一个三角 这里又曾经发生过 什么样的时空裂痕 鬼异事件 1979年到1980 注意 短短一年 十个月 连续三起 引起国际重视 首先第一艘是菲律宾的货轮 海松号 它从这儿往这儿开 结果开到一半的时候 这时候当时马尼拉的海岸巡防队的那些军警 突然收到讯号说 我们有一艘货轮在海上面消失了 大家那时候觉得怎么可能 晴朗无云万里平静的 结果真的 从此这些人去找 从此就再也找不到 二十五人 至今下落不明 这个海域天气通常都很晴朗 但是通常晴朗下都埋伏着很大的杀鸡 暗急零明号 也是在这儿成交 都是上千几千吨的货轮 最恐怖的是这起 1980年二月 也就是距离这个事发 已经差不多有快十个月了 东方运输是一个非常 有钱 他们的船也都非常的先进 明尼空号是往返这儿的 跟这两艘不一样 它是往返这儿的 那这里的海象其实更不错了 没想到呢 当时一去一样 人间蒸发不复返 三十人失踪 各位 这三起 而且怎么捞都捞不到 怎么找都找不到 没求救 没蝉字 没蝉海 人间蒸发 真的是遇难 还是掉进了时空黑洞里头 所以被称之为磨三角 我们来看能量特殊的地方 可能会不会其实 他们只在不同的时空里面 很难解释 但是在台湾有几个地方 能量确实是比较特殊 其实台湾最大的能量场 就是在南头的埔里 那刚好是一个中心点 其实有去过埔里的 大概都知道 那埔里旁边的周围 三场几乎盖满了庙 那边的能量场非常的强 所以说能量场强的地方 有一个最大的特殊地点 是什么呢 就是那边的所有的包括人 会身体比较好 气色比较好 会比较长寿 包括水 因为那边水滞留的时间最久 那边 所以说人家常常 我们就说到庙里去的时候 希望他做什么 一定要喝那边的水 为什么要喝那边的水呢 因为庙自在 因为以庙来说 庙的主神神位的下面 大概就是穴位之所在 所以说那个穴位旁边的水 对喝起来的话 对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 都会比较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方法 而且台湾一个 所以南头埔里 为什么庙那么多 就是因为能量好 整个能量场 算是一个能量中心点 台湾的一个能量中心点 那还有一个台湾 最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台湾不止庙多 台湾山也多 其实每一个山的山头 山尖的部分 就是一个能量场 就是一个能量场 那我刚刚讲过 每一个庙 我想小庙我不敢说 只要是大庙 大庙是一定是看过风水的 就是有好的穴位这样子 基本上每一个庙 就是说好的穴位 加上这些山 这些好的穴位加起来 那对台湾来说 整个能量磁场 其实我觉得很多其他的国家 就没有那么多的山 那么多好的一些磁场跟能量 这些聚集起来 对台湾就是非常好 再来看看 穿越有没有可能即将实现呢 对 有这个时空裂缝 我们不可以任意穿梭 韩剧鬼怪 那孔流门一推一脚 对 就踩到加拿大去了 是 你知道 好 那既然孔流可以穿梭 他就在想 地球上有没有时空之门 外星人可能门一开 一脚就踏了地球上来了 现在 被小叮当了 你看看 我们要替观众们介绍 时空之门的排行榜 排行榜第一名的是这个 这个沃尔城的通天塔 为什么大家觉得这第一名呢 第一个 因为苏美人在八千年前 创造了美索恩比达 布亚皮园 他们认为那个时候 苏美人太多的技术 是不可思议的 外星人教他的 所以苏美人是跟外星人挂钩 最厉害的一个民族 对 那苏美人创造第一个大神 就是沃尔城 沃尔城里面最神秘的 就是通天塔 所以有人甚至认为 美国人打伊拉克 花了八千亿美金 死了十万人 就为了通天塔 当然 我跟你讲 有几个神秘的地方 第一个 你看通天塔 根本就是在一个沙漠地带 对不对 美国人居然在这里 建造了一个 全美国最大的军事基地 创造两个飞机场 最先进的飞机都摆在这边 第二件事情 大批的考古学家 历史学家 神秘学家 全部大量运到这边来 第三件事情 把美国最精悦的战斗工兵 派到这边来 第一件事情做什么 做了42公里的超级防爆墙 你为什么在这边 弄个超级防爆墙呢 第四个 美国的国防部长 一来这边 第一件事情 跑来这个地方 你国防部长不去视察战场 你跑来这个地方干什么 第五个 工兵已经把四十五公里的防爆墙 一做好之后 去把地下室打开 地下室打开 一走下去以后 撒住了 星际之门在地下室 对 好 他们美国的公民去地下室 不是要打开星际之门 是要把它关上 他要把星际之门关上 不要让外星人随便进来 那这地下室里面 当然大家都说 发现了一亿多块的碎片 都是线形文字的 最重要是两件东西 一件是一个黄金书 黄金书三千多页 的黄金打造的书 一页页 上面还有文字的 第二个 我要特别介绍这个东西 这个黄金头盔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第一个 靠下已经证明 它是四千五百年前的东西 它是在这个通天堂里面 地下室找出来的 时空之门找出来了 它是用电镀上去的 这有什么问题 两个问题 第一个 四千五百年前 拿来电 是啊 电镀要电 好难解释 哪可以有电 第二个 最远就来了 电镀是1840年 才发明注册专利的 1840年 才有第一个电镀专利 四千五百年前 谁可能发电镀 所以通天堂是第一个 被认为最有可能 时空之门的 苏美人跟外星人来往 就是靠通天堂 第二个我要简单讲 就是雅丁湾 我问你一件事情 雅丁湾现在还有没有海盗 当然有海盗 苏美利亚海盗还在那边 还在那边嚣张 但是雅丁湾有三十几个国家 三百多艘战舰在那边 这么多国家 三百多艘战舰在那边 为什么这么点 海盗看那小船 我都不能给它剿灭 因为这些各国派去的船 不是打海盗的 是去掺测 心迹之门的 海盗你最好继续在那边抢 你继续抢 我才能继续一直待在那边 去研究 那我把海盗通通打光了以后 我怎么还能够待在雅丁湾 没有明目了是不是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 最有名两个人 一个叫麦卡伦 麦卡伦是美军的 海岸作战队的一个军官 他说在七公里下面 海底下面 发现了巨大的能量场 跟巨大的漩涡 会转的漩涡 然后另外在2010年的时候 有个亚伦 这很有名 亚伦说在这个地方 新门已经找到了 准备要打开了 那新门被打开没有 有人说被打开了 为什么 我要跟大家讲 2010年11月14号 在这个地方 突然之间天摇地动 在海面上天摇地动 发生几次地震 64次 64次地震 注意哦 这地方没有什么板块的问题 怎么可能64次地震 大家认为新门在这里 被打开了 最后一个我跟大家讲这个 就是这个神秘 神秘啊 这是2009年12月9号 在挪威北部的天空 啪 出现看 这个螺旋状的 太奇怪了 而且它先出现螺旋状之后 还没完 它在中心的时候 放射出绿色的光芒 这个螺旋状呢 在这里转了14分钟 太远了 你看到没有 太转了 大家认为这个是第三门的新门 这个新门被打开了 为什么大家都认为这是新门 两个原因 第一个 雅丁湾说下面 也是个螺旋 第二个 当这个一群最后大 所有考古家就恍然大悟了 是 在上古时代 这不是动画 不是动画 这是真的拍摄到的一个画面 真的拍摄到的一个画面 是 我告诉你 结果在很多上古时代的壁画或颜柯 都发现到这种 漩涡 螺旋状的东西 现在才跟这一连接起来 就发觉到 这个有问题了 好 后来科学家骗世人 说这是飞弹射出去以后 尸场就转掉了 所以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飞弹尸场转 不会转出这么远 这么漂亮 第二个 它不会在天空中存在14分钟 第三个 它在转的过程中 它不可能从中心 还放射 绿色的光芒出来 所以这个 没看过这种飞弹 没看过这种飞弹 这件事一发生之后 我告诉你 全世界各地都开始出现这种螺旋了 在纽西兰 澳洲 都出现这种怪 纽西兰特别奇怪 纽西兰还是双螺旋 两个蓝色的螺旋 双螺在天空中 所以今天 外星人会被针柳时空之门 就像鬼怪的恐流一样 门一打开一步 就跨到地球上面来 看本节目的录影 不过还好至今为止 没有发生什么太过特殊的事 在台湾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时空之门 其实不可解释事件还蛮多的 这件事情一直是一个 很多人能难以相信的事情 被称为台版的林可尔事件 那么林可尔是在美国的时候 一个女孩子 那么她莫名其妙 在电梯里面做出很奇怪的动作 她住在这个饭店 电梯里面莫名其妙的动作以后 她就消失了 最后发现她的时候 人死在相关的水塔里面 可问题是 她是如何攀上 这两三公尺的水塔 在没有任何的协助之下 到现在还是一个名 那么在彰化园林的这栋大楼 当时在九年前发生什么事 37岁的刘姓妇女 她跟她先生吵架 吵架了以后 她当时带着她的大女儿 儿子跟一个四岁的小女儿 一起离家 走了五百公尺的时候 突然之间跟她的大女儿 跟儿子说 算了 就讲了一句算了 然后叫两个人回去 她自己抱着四岁的这个小女儿 离开了以后 突然间走进去 园林的一栋商业大楼 那这栋商业大楼 走进去以后 从监视器 它有13支监视器 从监视器 包括电梯的监视器 跟楼梯间的监视器 可以明显地看出 她电梯搭到11楼的时候 突然间把她的外套脱下来 丢在监视 丢在那个电梯里面 也把自己的鞋子丢在电梯里面 然后就走出电梯 然后最后拍到她的是 11楼的那个监视器 人家那个监视器拍到她 拍到她走进楼梯 不见了 就不见了 9年来她人在哪里 不知道 就好像人间像是一样 那你一定会说 她一定是从楼梯走下去 从下面走开 13支监视器 包括这个洞大楼没有后门 所以她包括大门 包括她的停车的进出口 包括所有的有可能的地方 警方把所有的监视器 全部扫过一遍 不见了 没有了 好 那么你会说 那会不会是因为跟先生吵架 所以要寻短 所以有可能是跟南可人一样 吊在水塔里面 还是吊在什么地方 好 所有大楼的顶楼的排气管 通风管 水塔 任何一个地方都找过 五年前甚至于包括还媒体 进到这个大楼 那个大楼管理员 他们为了要说我们的大楼没有问题 还带着记者每个地方都去找 没有 没有任何可以 连电梯间的那个电梯警 他有可能身足摔下去 都找过 都没有 整栋大楼都没有 你会说大楼跟大楼旁边 他从旁边走旁边的那个 那个缝隙然后过去 不一公尺 他用大楼跟隔壁 不仅有一公尺的这个差距 而且告诉各位 他是唯一的大楼 他隔壁都是矮房子 那他是如何越过去的 你知道吗 他不可能越过去 那人呢 人到底到哪里去呢 所以到现在 除非当时警方研判 难道他是走那个污水下水道 你知道吗 从那个污水下水道 这么小进去吗 演判也不可能 没什么道理啊 对 然后呢 那你说他还活着的话呢 那他人到哪里去 在九年来 他跟这个小孩子 这个小孩子当时四岁 现在如果还在的话 十三岁嘛 他们是为什么会从人间 这样整个蒸发了 也该念书了嘛 等等嘛 可是问题就在于 我们从电视器可以看得到 我们最后也可以看到 他的身影 然后要看一看 他脱衣服 放鞋子 人就两个人 妈妈带的小孩 就从我们台湾地球上 从此人间蒸发 是 还有一些东西 有出现在不可思议的地方 时间点怎么样 就是兜不起来 比方说这幅画 有一些难解释的地方 我跟你讲 世界上现在出现 太多不可思议的地方 譬如说 二十万年前的钢钉出现了 四十万年前的水管出现了 两亿年前的金像链出现了 六十亿年前的核子反应炉出现了 好怪哦 这些事情通通都出现了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 一个最新的 这个是最新出来的 这是1937年的一个壁画 这个壁画呢 很奇怪 它画的是美国的春田市 这是一个总督 他来看这个原住民 是 好 结果这个印第安人 拿着手机在那边看 干没有 这个 你注意 这个应该放大里看 对 拍近一点 这实在是个手机 你知道吗 而且应该是iPhone 不行 爱国或应该说HTC 好 他在看HTC 看到没有 好 这太明显了 如果这不是手机 你还能够有第二个解释吗 几乎是不可能 这个是意大利这个画家 这个罗马洛画的 是 那除了这个之外 当然有几个最有名的 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介绍这个 这个 没什么嘛 就一双鞋 艾迪达 对啊 艾迪达的鞋子 注意这是1500年前 这出土的文物 对 1500年前 而且它是在蒙古的阿尔泰山上面 2800公尺一个 三公尺的墓穴里面 找出来一个女生 结果这女生 穿的艾迪达的鞋子 太夸张了吧 对 我告诉你 而且它那个是彩色的 它这个艾迪达的边是彩色 两个脚都是 更觉得它是双缝线 我告诉你 以前的球鞋都是单缝线 对 就算是 有缝就不错了 对 双缝线是最近才出现的 导播近点看 你看这个双缝线 看到没有 有 它穿的是双缝线 是 双缝线球鞋线非常非常贵 居然 艾迪达球也 西元六世纪出现的 对 就是1500年前 好 更觉得更少2000多年前 这2000多年前 这古希腊的一个浮雕 对 这个浮雕呢 这个叫做王后与她的女仆 这是王后 就是女仆 是 那女仆拿一个笔电 这真的很像笔记型电脑 不断像笔记型电脑 我告诉你 这个他们说这还是USB插孔 对 还有USB插孔 太绝了吧 这个是耳机插孔 这个是USB插孔 然后她拿个笔电在里边 太像笔记型电脑了 是 好 那我们就要讲个新一点的 近代的 今年 注意听 今年在香港发生的事情 这个我真的百事不解 好 大家一定要看这个 这个它是汽车的监制器录下来的 它是从上面掉下来 突然之间出现 你看 突然之间出现 然后被那黑色的交车撞一下 突然什么地方都没看到 也没从左边跑来 也没从右边跑来 它从上面掉下来 然后撞下来 它赶快跑掉 一般人如果你是过马路 被它撞一下 你会让它理论一下 不是 它背给背包 所以就跑掉 所以 这在香港 绝对是时空旅人 时空旅人 太快了 因为 它就是从上面 它咻一下就出现了 掉下来 咻一下就出现 然后被撞之后 咻 赶快跑掉 好 时空旅人 为什么 因为当年在纽约 也是出现一个人 他突然掉下来之后 他惊慌失措 不知道在哪里 结果被车 砰 撞死 在纽约也发生过这个案子 所以从纽约案子 想到这个东西 你就觉得 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好 我们再给大家看 一个太不可思议的东西 这个是印度 印度这个女的 女生 她跳轨 跳轨太清楚了 你去看 这监视器也拍下来 好 火车进来了 看到没有 你看那个 它站在最前面 好 它站在最前面 它就跳下去了 跳下去之后 所以刚刚要马来西亚 因为不能拍 对 对 不能 那这样 它就跳下去了 跳下去了 看到了 看到没有 对 很明显吧 对 跳下去 马上紧急刹车 然后整个人下去找他 催谷 催谷 完全催谷 连一滴血都没有 就有人说 而且他动作好慢 它是駭客任务 駭客任务的时候 你跳进去 我给你不见了 这个是九又二分之一月台 要用跳的才能过去 我跟你讲 后来出动了大多人 在那边停班 就是没找到这个人 而且连血迹都没有 所以香港这个人 从哪里出现的 这个跳下去车轨以后 到哪里去了 难道真的有时空之门吗 一只大风雄 突然从车子后面窜出来 把拍摄民众吓了一大跳 不过池轮子里的老夫妇 恐怕也是又惊喜又惊吓 大风雄好聪明 居然把车门给打开了 让所有人紧张到不行 老夫妇趁机开车逃命 留下一点无辜的大雄 实在惊险又好笑 喊开车门 似乎已经成了这些熊的 基础机能 这只黑熊 轻松开门上车 让车主怕开眼界 老爸相机都还没准备好 黑熊就想开门说嗨 把车上孩子 吓到尖叫人员 摆出铁达民姿势 跟星星合照 没想到惨遭喜兄 从头到尾 嫌新手 就几乎定在女游客胸前 没动过 人家拍完的想走 还扯着头发 硬咬它再做回去 当人类不断的 向极限挑战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 跟动物打架 有赢的一天 对 没错 澳洲有一种动物 全体力的 不是靠智慧的 袋鼠 那你看到袋鼠以后 想到什么事情呢 不错 袋鼠是一个 心肌很深厚的动物 你为什么这样讲呢 为什么说它心肌很深厚呢 因为引带可以证明 是 那么有一个男的 他在澳洲 他就想说站在旁边 袋鼠就在旁边 他从后面推它 干嘛 你太卑鄙了吧 对啊 我们就会小人攻速 你要去推倒人以后 你袋鼠是有什么快感 对啊 你就一定要把它 他也没惹你 人站在旁边 你看看了碍眼 对吧 你从旁边一脚 把它穿下去 这个就是袋鼠 心肌很深厚 为什么这个男的 从来没有认为说 旁边的袋鼠 会做这种事 可见 袋鼠里面也有 也有那种 比如说比较善良的 跟不善良的 你要非常的小心 千万不要以为 袋鼠就是可爱动物区 那么除此之外 你看到袋鼠 你会想到什么呢 袋鼠 因为它的体格的关系 所以感觉上 它好像蛮适合打拳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 那个样子 对 然后两只手 但是就有人把它 你看那个手要带拳套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手 如果不带拳套的话 它的爪子非常利 一个不小心 弄下去 你的杜破长流 所以你看 它也把它带一个拳套 跟他打 那袋鼠也是有个性的 你注意看 它还是会反击 它还打泰拳 它打泰拳 你知道吗 你看它那个大腿 肌肉的那个 它后裁判骂它以后 它连裁判一起打 不遵守国际规则 你知道吗 裁判都没有 你不能这样 你违规了 你那个腿这样子的 然后就打 它连裁判一起挥 然后最后裁判 就跟它杠上了 你打裁判了你 然后那个就杠上了 对不对 然后裁判就觉得那个 那事实上呢 袋鼠因为它毕竟是动物啦 这是一个桥段 裁判 裁判还不是 还是不是它的对手 因为这个是 其实是袋鼠全集赛 其实是一个比较 逗乐逗趣的 然后袋鼠其实它也有个性 你把它惹毛了以后 你看它很淡定 但是你把它惹毛以后 它一样会生气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影带是比较 有人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为什么呢 他们是 本来是个温馨的 这个34岁的这个男子呢 他们最本身 他们那个team里面有一个男的呢 他癌症只剩下一个月的生命 他们决定到户外去帮他轻生 然后干什么 怎么轻生呢 打野猪 然后呢 就带了很多这个 那个猎犬去嘛 是 其中 他们发现其中一个猎犬 遇到了袋鼠啊 袋鼠用手 勾着它猎犬 那个很危险 为什么 他就打了它一拳 你知道吗 打袋鼠 你注意看那个猎犬呢 是像那个猎犬的 脖子这个地方 因为它怕那个野猪 那个猎犬弄到它 还好他们脖子这个地方 都有弄一个副套 副具嘛 那可是 到底他还搞不清楚 为什么那个袋鼠 对他的这只猎犬 有意见 勒住他的脖子 把他拉住了 那个拉住跟人打架很像 你知道吗 这把他拉住说 你差不多了 你来我的地盘 对吧 把他拉住 那他为了救他的猎犬 所以呢 猎犬放宽 猎犬挣脱之外呢 他那袋鼠跟他好想要对峙嘛 然后 因为他非常了解 袋鼠的个性 所以呢 人家说先下走围墙 棒的一拳就打下去 就是袋鼠险啊 没有遇过这样的人类 你知道吗 你人类很皮皮 稍微有两个人 站着头上说一二三才打 对吧 没有拒手规则 那袋鼠弄住了 你可以吗 这个袋鼠其实是弄在现场 说你怎么先打我 看他这样挥拳的样子 受到一点惊吓 要是说到熊 你敢挥他吗 走都没力 对吧 是 惠民 接下来这段影片 大家看就好心理准备 因为他没那么欢乐 因为有一个女的 他自己滑雪自拍 结果回家看的时候 发现看到牌咪亚 不是鬼 现在是鬼月看到什么牌咪亚 我们现在看 你看看这个英国的一个女孩子 去日本的长野 她要滑雪自拍 她戴耳机 还自己唱歌 一开始你会发现 没什么异状 但你们跟着左边 画面左边 刚已经有看到毛茸茸的东西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牌咪亚 牌咪亚先生 来了 不是不是啦 这只黑熊 但问题这段影片 为什么拍摄者后来看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命都快没了 因为他当时在拍摄 他还不知道 他还在唱歌 我告诉你 你这个歌声 就隐得黑熊一直在follow跟追踪你 只是你真正女的八字重 是 他运气好在哪 运气好在 他当时的那个坡度够滑够斗 你看那只熊 没有他快 其实他在背后 如果我偶尔索帮他配音 你在谁啊 你这 你我会跌 真的一直追着他 我会给你吃了 结果还好这女的就在这样 自奔自唱当中给逃过一几人 但是去黄石公园总不会有事吧 有导游有领队就会害羞 对吧 你看那个熊妈妈 她发现你们进入我的地盘 我要抱活的熊孩子 结果那些旅客 你看看右边那对夫妻 他们彼此提醒 不要跟他正眼相看 我们当作没事 跟拽 还有人就直接 你看看 再看右边那些 都往左边看 好像没事一样 不是啊 他们是要装无辜 然后你发现 前面还有一些亚裔人士 直接看到那熊 飞飞过来赶快上车 先躲再说 为什么 因为一旦黑熊发飙的话 随便都可以把人的肉给撕咬掉 那黑熊也要吃东西嘛 你总要喂它嘛 我们来看看 在东欧就发生了一件 很诡异的事情 因为这个熊 当他发现有人在喂他吃东西的时候 一开始脾气还蛮好的 你看哦 这个妇人 有东西是不错啊 喂熊吃哦 OK好吃好乖 对 这应该是这样 可是我告诉你 一件事情啦 熊哪知道 什么可以吃 什么不可以吃 我看你穿着黄衣服 看起来也很可口的样子 好像一块 好大的风 所以他就干脆 统统一起吃了啊 太夸张了 他怎么知道谁是主人 谁是食物呢 还好旁边人 我们再看一次这惊血的画面 喂你吃 拿很高这样子 好萌哦 萌什么啊 你就跟他一起萌到他嘴巴里了 要小心 接下来这套画面 就非常的震撼了 我带大家镜头去俄罗斯 你会发现 我太尊敬他们了 如果俄罗斯路上有黑熊乱串 会怎样 即使他开车 各位观众朋友看一件事情 才花几秒 通常应该是我们才花几秒就被黑熊吃 对 他是才花几秒就刺手空爵 把那个黑熊给制服在地 过去有一个笑话 不是一个男生游泳游游就会就说 救命啊 有没有听过这个笑话 有 已经被咬掉了 鲨鱼多恐怖啊 能受冲突混战 如果是在海里面 你看你怎么逃 可是南非有一个叫Michael的冲浪选手 他在这个比赛的时候呢 就突然碰到了这个 你刚刚讲的这个鲨鱼危机 当鲨鱼的这个鳍出现在这个海浪当中 这个浪潮里面 你看这个Michael 他拼命游啊 他拼命游你知道吗 那个看过大白鲨的电影都知道 这个凶猛可能会咬你一口啊 看他窄不窄身的 不知道是不是给鲨鱼这个血盆大口给吞下去了 可是不是哦 这个Michael也深思有他的本事 就如同刚刚来宾介绍了 这个赤手空拳可以跟熊这个发生激烈的争斗 他在海里面 海中啊 水里面其实不是人类的天下 其实就是鱼的天下 可是他竟然可以跟鲨鱼赤手空拳在那边搏斗 拼命的对鲨鱼又垂又打 我怀疑他是俄罗斯人 他是一个冲浪选手而已 当下当然比赛的主办单位看到了 赶快骑水上摩托车过来救他 他也是 真的是全程被电视台直播这个过程 后来这个记者访问他 他也是心有余悸的 他说他不晓得当时他为什么会出那么重的时候 只知道要赶快保住自己的小命 不让鲨鱼咬他 就一直拼命的打他 总不能在海里面游以待毙吧 就在那边游泳 然后被他也吃掉了 那另外一幕呢 除了看到南非洲 还有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当下有两名男子他正在进岸 然后慢慢的要上岸 这过程当中鲨鱼追到他们后面 他们两个男生 这两个老兄丝毫没看见 反而是在附近的那个度假的饭店 顶楼的一个 这个晒日光浴的这个游客 看到了 一直大喊有鲨鱼啊 有鲨鱼啊 你们赶快跑啊 他们两个好像一开始没听到 然后他边喊边拿那个摄影机拍 结果拍着拍着呢 鲨鱼越靠近 你们听到那个 仿佛有一些声音叫他们赶快跑 后来他们快要走到岸上的时候 这两名老兄在看到鲨鱼在旁边还蛮大只的 估计那个牧师的长度大概有六公尺 六公尺算不小只的鲨鱼 它是一个双击鲨 双击鲨在世界上有十一种品种 那其中有三种会攻击人会吃人 所以当下他们两个看到了 他们也没想那么多跑啊 拔腿狂奔 我们来看看西游记在台湾是一个很有爱 在中国是很有名的故事 有没有可能泼猴 真的喜欢听佛法 这一段视频最近在大陆上网红到几点 为什么 河北省 这个法师是河北省佛教协会的副会长 他到峨眉山去做连线开示 他讲的主题是生命 那生命呢 好 他就被连线了 为了讲生命 刚好旁边有个猴子还不错 那猴子刚开始的时候很好奇 就跟巴拉巴去 但是因为他是 他在峨眉山做直播 直播连线 你当我石头啊 这师父 河北省师父没办法了 这直播连线也不能停下来 这峨眉会不会太夸张了 把他头上去 所以他非常非常淡定 所以这一段视频在大陆通报了 为什么要有这个声 他还继续讲 讲得还蛮开心的你知道吗 把他衣服都扯开了 这猴子会不会太夸张了 这时候有人 为了这个猴子吃个东西 其实胃后吃东西是错的 他现在吃了东西 知道原来巴里是有好处的 对 他知道爬到人的头上 又有东西吃了 为了我重新连线 他又爬了 又爬了 因为他知道有 又来了 又来了 因为他知道 有东西可以吃你知道吗 所以后来他又爬 又给他东西吃 那这个是猴子 就淡定全世界最淡定的法师 刚才中部给我们讲了一些 钟雄的故事 我跟你讲 很多记者还有主播 就喜欢访问钟雄 先看一个记者 一个女记者 她到动物园去 她去跟着钟雄讲话 真的 而且我告诉你 这个是女记者 而且你看他拿东西给他吃 为什么这是人家熊 告诉他说你喂熊吃 东西就没事了 所以他一直从这边拿东西给熊吃 就熊咬他后颈 你注意看 熊咬他后颈 看到没有 我的妈呀 看到没有 咬他后颈 一口就把他后颈咬下去 因为当初这是动物园 当初有给这个女记者说 你带的东西给他吃 他爱吃这个东西 你一直喂他就没事 所以你看他很害怕 一直着手 就一直拿熊爱这东西给他吃 但熊私信大发了 真的 一口就对了他的红多只咬下去 这个力量多恐怖啊 好 这是女记者对不对 还有女主播 还有女主播 这女主播问题在哪里 她没有先跟熊打招呼 她吓到熊了 是 好 不是 先是养熊这白衣服的 他把熊牵进摄影棚 是 然后他喂他吃东西 熊很淡定 但熊不知道旁边坐了一个人 熊不知道 怎么有人坐这边 这是谁啊 他吓到熊了 对 他吓到熊了 我跟你讲 你们可能没有看前面 因为熊一直在吃 他主人手上的东西 那女主播从旁边 悄悄坐下去 干嘛 神不神秘秘 所以那个熊 事先完全不知道 这女的靠近 这女主播坐下去 怪事发生了 等到他吃东西 突然觉得旁边好像有人 他转过头去看 这谁啊 怎么突然间坐旁边 对 你看 你看 这熊真的没礼貌 对 双方都没礼貌 什么都没礼貌 女主播应该先跟熊 打个招呼 这个大妈 他直接把那个狼抓过来 头先压低之后 用他的脚去狠踹狼的重要部位 好 狼被三番攻击之后 你看狼跑了 而且 夹着尾巴跑了 声音大家仔细听哦 他跑的姿态看起来像狗 接下来还 变成狗叫声了 有没有听到 有一句说呢 他发现他没有办法拼过这个大妈 那我装狗可以吧 我装狗水 我装萌可以吧 我们再来看一次啊 这个大妈一开始呢 他发现阿兵哥被咬着 他知道 接下来可能会很危险了 好的 阿兵哥呢 因为装man嘛 还讲说好像没事 可是后来这个大妈觉得不对 就赶快 把这只狼给喝退 可是这一段眼睛 大家就觉得 这一定是俄罗斯或乌克兰吧 对 没错 结果我来被洗底了 观众朋友我要揭秘 竟然是瑞典的大妈